今季英超星班馬 落定咸森林 最適合日前 再宣佈 又一宗轉會 1270萬磅 從德甲球隊 斯特加 簽入比利時中場 文加拉 文加拉來到後 成為了 今夏天 森林簽入的第12個新球員 嘩 大家已經聽到 嘩 真是的 12件 真是12隻恐龍去野餐 全部新的 點甲 會不會 又頂野 因為一支球隊 突然間會有這麼大的變動 很多時候 都沒有什麼好後果 絕對是理解大家 為什麼這麼想 即時 森林今夏天的舉動 令到不少人會覺得 嘩 想起哪一隊 早兩季 即是升降機 基本上是代表 升降機KOL的富咸 富咸也不止是上兩季 再升降之前的兩季 即是2018年 1819年到的時候 那時候 都是狂簽人的啦 又簽了什麼 什麼魔神呀 又什麼非洲沙圍呀 那些全部都頂著 然後到了2021年的時間 又重返的時候 又簽了 那麼 出之也是 來來去靠來靠來靠來 又是米租域 那麼 港班 兩次都港班收場了 那麼更甚 除了富咸之外 更加令人想起 另一支更離譜的 就是這個QPR 那麼 那麼 1213年和1415年左右 這兩個球季 都是的啦 季前不斷地簽人 誰知道 簽了還會很大名的呀 跟富咸一樣 其實都是大名的 高薪大名 但是發揮不到水準 甚至乎走下波 那麼 都是港班收場啦 長城呢 關於QPR可以收錄在大神 加利尼爾阿巴菲博裏面 就是我和大神做的一個節目 PG經典之刑裏面 類似雷星大雨點小 Sandai沒有貨賣的球隊 經典Sandai沒有貨賣的球隊 有QPR好份 那麼 森林 森林 剛剛上季 終於 經歷過多年的努力 終於衝超成功 闊別了英超23年 足足23年 999年到球季 包艇港班之後 從未再踏足英超 直到上一季 即今年的5月 在星班富家賽 贏了哈達斯菲之後 終於可以獲得升超的資格 重返英超 當然 一到 升上英超就一定要增兵 如果你再用英冠的時候那隊兵 就好像聽作炮灰 其實當時 小弟也做那場球 即是星班富家賽決賽的 直播 我記得很多朋友都說 哇 森林這球 要維持久了 要在英超 要維持久了 不然就包艇 的確是 簽了12個球員來說 很多 都會被人有感覺 又再一次重度 富咸和QPR的覆設 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支Sender沒有放賣的球隊 會不會呢 只是這樣說 森林去到現在 這十幾個球員花了大約 7000多萬磅 就是 當然錢來說 大家會覺得 會不會很多錢 首先 星班富家賽完之後 今季上來英超 為何那是價值兩億的星班富家賽 因為你升上來英超 轉播費 贊助 英超的獎金 門票收入 等等等等 理論上 至少有1.8億 1.8磅的收入 所以如果1.8磅 用了大約7000多萬磅 去收入球員 還有1.8億 算是這樣的 新籌 新金 森林其實是不算高的 不算高的 剛才簽了蓮加特的時間 大家會覺得 蓮加特 如果20萬磅 周身已經有報道 等於上年 整隊森林 已經 接近一半 即是一半的新金 森林整隊 上季的沒記錯 已經多了40多萬磅 如果周身合起來 一隊 所以 當然英超沒得比 錢方面 個人覺得 又不算太過什麼需要擔心 至於 簽十多個球員 只要看上位森林的 陣容 很難說 沒理由不簽 沒理由不簽人 由他們 拿到那個叫做升班席位 已經知道陣容一定會大變 為甚麼呢 我們數一下 上季有一堆的主力 今季是離隊 為甚麼是離隊 因為都是借帳 丹麥的易峰 新吉拿高 本身是屈福特借回來的 今季就被屈福特收回了 現在一個轉手去了奧林比亞高斯 即是已經不在森林了 好了 左閘 另一個左閘 這是徘徊在正選和後備之間 密斯路維 他從石非聯借回來的 借回來的 上季完了之後 已經回到石非聯 基蘭戴維斯 這個高大中鋒 很有作用 可以說森林 即是下半季 怎樣打出那一連串不敗的成績 或者連勝成績 他有很大的功勞 但是他是維拉的借帳 維拉借帳 今季就沒有再借他了 那就來了 加拿 詹士加拿 曼聯的借帳 上季森林 之所以的表現這麼穩定 就是因為有他在中場 控制住的節奏 即是 攻守的效率是他控制住的 被譽為 即是卡比卡接班人 今季 又是了 被曼聯收回 沒得走了 史賓斯 最近都轉了二次 日本是米道士堡借帳 上季之後被米道士堡 收回 接著一個轉手 今季去了二次 再加上本身升班功臣之一 這個門將森巴 因為季前和球隊 因為談過逐約 談不到數 剩下12個月的時間 被迫放走他 最終430萬磅 重返法甲 加上南特 你想想 如果走了這班 剛才所說的 除了麥斯路維之外 全部都是正選來的 有幾個在那裏 起碼都 再加上深巴 再加上深巴 有五個 一個主力 即11人的陣容裏面 你沒有了五件 真的沒有了五件 沒有了五個的話 那你怎樣呢 你是不是要簽呢 是不是 還有 不要忘記 今季英銷 是可以活五個人的 好了 你說如果現在沒有了五個 那你還有什麼人呢 你靠什麼 是吧 喂 大佬 高碧克 左閘的高碧克 你是不是還用高碧克 那個 東北25仔 由新特蘭 免費轉到新特蘭 現在再 展穿過來森林 30多歲了 還靠他 還有就是中堅 史萊夫曲克 在半矛的時候 有英超經驗 在半矛的時候 也不是太穩固 那麥堅拿 還沒踢過英超的 沒有英超經驗 和露 這個隊長 也是沒有英超經驗的 中場沒有了加拿 耶迪斯 也是沒有英超經驗的 前面沒有了新特蘭高 也沒有了大維斯 只剩下班蘭 班蘭Johnson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這個陣容 還沒計算你有一堆 其實有一堆湧員 譬如那些 羅利 辛迪斯華 還有卡庫 不是巴西的卡庫 這個應該是葡萄牙 中場卡庫 等等等等 這些 大哥 在英館的時候 也不是正選 也不能上大桌 更何況現在上到英超 怎麼踢 所以今季森林 12個真兵 就是 大家要想想 不同副下 不同QPR 那兩隊有勾籤的 這個森林是 是局簽的 艾王尼爾 即是沒有了大維斯 那你就要有中鋒的 艾王尼爾 以他的新型的充斥力 就應該可以升任 連王 連王不用說了 free transfer 來到那份人工 20萬磅 但是卡庫卡加上出場費 獎金才是20萬磅 正常來說 以及 以森林的財政 又不是特別 差的時間是能夠應付到的 連王來到絕對在中前上的串連能力 加強了 好了 沒了門將 森巴 借了 丁欣軒達臣 這個很重要的 真是很重要的 丁欣軒達臣 如果你說 他以他的質素 從森林來說 絕對絕對對 對不對 那麼 又逆衛沒有了士賓斯 尼高威廉斯 有看過威爾斯和在利物浦有出過的時間 你見到尼高威廉斯也是一個 攻強於手的逆衛 所以打三中堅是適合他 如果一替了右衛 在利物浦的時候 他就無法發揮 還有其他的球員 例如 在哈特斯菲 簽了 兩個 左閘的托夫露 中場的奧拜恩 在班尼就 免費簽了威爾斯的老牌門將 牽尼斯 做二號門將 你想想 還有門將方面 你還要簽 因為你本身有一個美國的後備門將 就是這個賀華夫 賀華夫 你說是不是很溫暢呢 未至於 但也OK的 美國國腳 但為了世賀杯 他為了鞏固的位置 要正選 知道哪一兄大成來到 他沒有正選 所以他就 外借了他的勞頓 甘願踢英冠 如果你沒有了賀華夫 你不簽 牽尼斯的話 就只剩下 左登史密夫 這個左登史密夫 我告訴你 是廢的 真是廢的 你看他曾經 曾經在幾季前做正選 但是 那一季 他的表現真的很多掉漏 只是那一季正選之後 就開始打到後備 過去幾年 出場機會 不超過 沒記錯 10場以內 計算了 所以這個是不可靠 純粹是洩位 再看看這個圖 可以說是板燈深度 藍色的已經是外借了出去 綠色借回來 紅色是新兵來的 黑色的本身是under contract 灰色的接近約門 就算你看黑色和接近約門 即是本身在這裏 你有什麼可靠呢 高碧卡 剛才說了 艾達 之前是搬到那個老將 那個愛爾蘭老將 那已經算了 那個廢武功了 那個年紀又大 哪有得 卡庫那些算了 然後前面 達斯華 新力斯華 這掉飛那 Week 這些英貫 accidents 叫人數 蘇力志也是 又比辛苦 那那你又那麥和? 你的年輕球員 還沒有成奇繃 那你不簽任何這個 什麼真的是適合都可以? 真是被擱纈完 可恨之處 Kawion 陳福천 空 Allan 不是了 重金去簽綠了 純而名氣 純不打百星球員 你不簽QPR那些 李奥菲田林 年紀大了走下坡 李奥赵遷 星仔那些又簽 寶珊華那些算了 那些退休 不是那些 但現在森林 老實說 史達夫谷巴的陣式 擺明是打到整體防返 著重整體的 簽這群球員 很多都實而不華 命氣不大 命氣絕對不大 但我絕對相信史達夫谷巴 他是用人和對證下約的簽人 這群簽人應該是對證下約的 純粹看回過往的記錄和感覺上 這次史達夫谷巴是給人信心的 雖然簽了12件 當然不會整個政宣人用不同了 某些位置證明 至少那五個位置要先填補 而史達夫谷巴帶領 絕對 個人覺得森林有機會 有一番成績 至少護級方面 絕對有機會 不是降班膽 所以有些人說 這樣簽回來很害怕 我真的反過來 你說我包下頸也好 我的相反意見就是 我覺得 森林未至於 會這麼不堪 起碼有個領隊 會看餐吃飯 會怎樣調教 用整體去 彌補了個人能力不足 所以 可以留意下森林在這裏播 OK 今天 節目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放一個Like 和Subscribe 這條YouTube Channel 下面的Description 也有連結 可以按進來TG Group 跟我們講波經 不想按足球講的 其他TOPIC 出口水都可以 最後記得Follow IG 好 我們下支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